继承车和白色轿车 一前一后离开加油站 驾驶都想停下来上个厕所 只是小黄却在转角突然倒车 后方驾驶看傻眼 因为他没办法停 尿好急怎么办 张姓男子气得跑到厕所门口堵人 看到问奖走出来 一拳就朝他脸部揍下去 有人见状赶紧报警 实际回到事发地点查看 其实当时双方争吵的地点 就围停在红线上 这间加油站位处市中心 腹地不大但车很多 里面停车阁不容易排 短短不到几分钟 路边围停车辆越来越多 本来这很难停车 没有任何一个红线 全部都红线 我们都用冲的 不可能不用冲的 今天其实说没有警察 万一被人家检举的话 也是一个麻烦 就没有地方停车 就只好这边暂停 暂规一下 原来当时郑姓问长开出加油站 没想到后方的驾驶 也想停车 相信男子认为 他如果再往前一点 两台车都能停进去 男子觉得问长很故意 气的动手攻击 造成问长嘴唇受伤送医 遭到提高 求方便 要影响别人 你要停车也要 不是说随便停 这样也不行 到加油站上厕所 原本是求一个方便 谁也没想到 最后会演变成肢体冲突 还得闹上法院 有话不能好好说 冲动下场 对一位行为付出代价 三级新闻节 汉明辰